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我们是否有判断或批评他人的习惯 让今天六月八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不要判断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多比亚传第六章第十一节 第七章第一至十四节 第八章第四至八节 拉法尔对少年人说 多比亚弟弟 他答说 我在这里 天使对他说 今夜 我们应住在拉古尔的家里 他是你的亲戚 他有一个女儿 名叫撒拉 天使便领他 到了拉古尔的家 他们看见他正坐在庭院门口 便先向他请安 他对他们说 兄弟 欢迎 欢迎 祝你们安好 随后 领他们进了自己的家 沐浴 沐浴结身以后 当入席用饭时 多比亚对拉法尔说 阿扎里亚兄 请你向拉古尔请求 把我的妹妹撒拉 许配给我 拉古尔听了这话 便对少年人说 今晚 今晚你吃喝快了吧 因为除你以外 没有别人有权利 娶我的女儿 撒拉 同样 除你以外 我也没有权利 把她嫁给别人 因为你是我的至亲 但是 孩子 我必须把真情告诉你 我已把她嫁过我们同胞中七个人 但是 他们都在当夜正接近她时死去了 但是 孩子 现今你吃喝吧 上主必要在你们中行事 多比亚说 若你不决定我的事 我在这里也不吃也不喝 拉古尔对她说 好 我决定按照梅色书上所规定的 把她嫁于你 她嫁于你 也是上天命定的 所以 你娶你的妹妹吧 从今以后 你是她的哥哥 她是你的妹妹 从今天起 她永远归于你 孩子 希望天上的大主 今夜赐予你们幸福 在你们身上 施行仁慈与平安 感谢天主的圣言 多比亚传也描述了 撒拉的故事 撒拉是托比特的亲人 拉古尔的独生女 不幸的是 撒拉的命运 却被恶魔阿斯摩泰缠上 尽管她结过七次婚 但恶魔阿斯摩泰 在撒拉按理俗和丈夫合房以前 都一一把她的丈夫杀了 这样的遭遇 难免引起他人的闲言闲语 人们都认定她是被诅咒 也很害怕接近她 有时在我们的生活中 也会因为无知和偏见 对一些族群 比如游民 穷苦人家 身心障碍者 外籍劳工 或者娼妓囚犯等 敬而远之 我们爱在他们背后指指点点 批评他们的行为 选择和弱点 坚信是他们的错误选择 或不明智的规划 让他们陷入困境 我们坚持 如果他们可以做不一样的选择 他们就能摆脱痛苦 但是他们却没有这个意愿 然而 这样的判断却轻忽了大环境 如国家的贫穷 社会的腐败 家庭的压力等 一些超越个人能控制的因素 带给一人的困难和痛苦 今天 撒拉的故事 让我们清楚看到这点 极度的恶魔坚持 要迫害她的幸福 是她无法控制的 而外人无情的闲言闲语 更让她感到伤心无助 经文中 多比亚在天使的指引下 得以超越社会的偏见 看到撒拉不可抹灭的尊严 选择去靠近她 爱她 并让她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今天 天主也挑战我们 鼓起勇气超越自己的偏见 去靠近并理解那些 我们原来认为是被诅咒 且与我们无关的群众 你能认出他们也是天主的儿女吗 你愿意用什么方式 去关爱他们呢 请品尝圣言 从今天起 她永远归于你 希望天上的大主 在你们身上施行仁慈 与平安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每一个人的痛苦 都需要被同理和医治 你愿意放下防卫和判断 去聆听谁呢 最后让我们全心祈祷 天主 感谢你让我意识到 我在世的任务 不是判断他人 而是学习去爱每个人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能超越天见 看见每个人的尊严 而不判断他人 我们明天再见